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五的《九萬咬借》播放收聽的方法 你們現在要更改 我們需要大家去 acerubish.cluster.fm 網頁 就可以直接按下 window 便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 Surfer 我們正在搬載 我知道舊的影片還沒有關門,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聽archive 上星期不好意思,我們遲了相當多時間,才記得下載 archive 和youtube 也搞了一段時間,不好意思 關於上星期我、Tim 和小貝去台北看了幾個展 會有些相片之後再做一段影片 再上載給大家看,去看看即將會完成的這幾個展覽 究竟展覽有些什麼要看 好,萬記 大家好,Sunny 我們今天有個嘉賓 大家好,我是路過來借書看,怎知被拔了來海米的周小某 歡迎小某和我們一起聊天 小馬在這裡,不如我們先說一本她有看開的 不是現在看那本 不是現在看那本 其實港幣來說,我這期只有看西遊 雖然很久很久都看過其他 但是作為一個女生來說 當我揭起大部分港幣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累,因為很多字 而且每個格格都打一閘閘,大家看得很累 但是西遊這本,請問這個節目有沒有女聽眾 應該有吧 未來書書 未來當然是親家兩賊 我要向廣大的女聽眾推介西遊這本書 尤其是今期來講,終於出現了這個副的CP 不是一直都有的嗎? 之前沒有那麼明顯的 今集 其實我不記得 天與手和傲雪這段過去的回憶 真是非常令人血脈粉漿的 牽著手飛 對,牽著手飛 還要是兩小無差 但其實之前好像不太覺得他們的CP 一旦彈出來,我不知道是否有和仔開閘 他鋪過很少 因為當時他知道白狼的龍魂是天玉手的時候 他是有一點… 拍到一個bubble在怎樣怎樣怎樣 大概沒有說話 所以你會覺得他跟天玉手是有些事情 但就不知道是甚麼 對,今集終於講了他們的過去 我們一眾的傅女就可以有反昔了 因為之前的傅仙主要是天玉手 因為他最英俊,沒辦法 即是守大人 主線是天玉手道,我是不是看西遊 主線是…我都不太知道 主角是誰 主角不是應該是白狼嗎? 好像是三藏,只有三藏一個人做 其他人都是老過的 主角是一套三藏收兵的一個故事 三藏,其他三個徒弟只是幫過的契弟 他還在收過的兵,現在要翻兜的一個故事 這樣就像專家Dixon所說的 就是因為他的叫家能力低了,所以要翻兜 沒錯 然後有甚麼說話 我其實想說,因為有段時間我剛巧他們說 說最近 《鬥戰勝伐》編比起之前的八戒編和劉沙河的編比較好看 其實我個人有點不同意 我自己比較喜歡劉沙河的編,如果以三個徒弟到現在為止的劇情 我比較喜歡《鬥戰勝伐》的編,因為他通編的故事很簡單 其實只是五期至六期左右 但我一口氣去看,我發現其實看得很舒服 不需要怎樣打 然後交代 用一個迷障去做所謂動作場面 然後他主要是說,譬如,慈國天老師和三藏 究竟對三吳靖自己的愛途 這個想法 因為沒有人是想害阿吳靖 只不過是另外,慈國天和唐三藏各自有自己的想法 分別需要三藏要翻兜 那慈國天老師說,你也要離開他 你也不要了 你現在回來,我已經對他很好 我已經令到他忘記了你 你回來撻他? 你回來撩著他 你回來撩著他 那他當然是火都著 而且慈國天其實已經年紀老邁了 他需要一個年輕的 對 原來這裡有一條線,我沒有留意到 這個CP很隱蔽 我開一開,扶輪眼什麼都看到 但你會不會有些覺得 吳靖太快就讓三藏色套 因為當時他受到催眠 這件事呢? 那一看一看一看 我也不意外 因為作為讀者的你 是知道他真的會受到催眠 Whatever 可能是其他發作 總之他最後一定會被人反撻到 因為我是覺得 時光天是催眠了 吳靖過來扮和唐三藏重研究愛的時候 那段來得太短了 很快就已經被唐三藏踢爆了 你也不是真愛來的 那這些真的很容易感覺到 他們經歷了這麼多年 他們的情緒是很漫長的 究竟你放棄了他十幾年 但其實之前的一段路 你和他走很久 所以他知道是很合理的 整段戲的就是 我不需要有很多沒有打動作的場面 但其實他已經表現了一個很有節奏感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其實是很特別的 如果你用心點去看 港岸三藏在劉沙河裡 玩整個計劃 或者整個設計 他好像在租座 例如第三步 玩太陽 他不是跟你說 這個人和這個人怎樣打 而是他到最後 他要適合一個計劃 令整個沙漠的場景 回復平靜 其實這件事是很... 你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他跟其他以往 例如西游的其他橋段 或者之前封城其他 無論如何都要打散你的 是一個很不同的設計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這一段 我也很認同 剛才說過 作為一個女生看武打場面是很累的 這一段的確是比較少武打場面 你說得對 他是鬥志去看 而且我覺得這段不需要那麼長 你說他可能要掙扎長一點才能釋破他 或者要長一點時間才能 但其實我覺得 這裡很明顯還在說他收兵 就是之後還有很漫長的路 還有幾個兵未收 對 還有幾個兵未收 然後又有很多東西要打 不如快點 快點過去入政體 都是一件好事 其實節奏快 我挺喜歡他這個節奏 反而現在這段 鬥戰勝伐 鬥戰勝伐 我覺得是長了一點 搞那麼久還是在前戲 何時才能夠進入獄呢 他用劉沙河那篇滿足了女讀者 然後又用武打場面 滿足了男讀者 那倒是 吳靖的那個人切 不得不講很萌 他的面具 因為他的本體是面具 然後他有不同情緒 會有不同顏色和圖案 而且毛口是超萌 不是 但他是有 經常說話 很少的 他沒有面具 沒有口 但他也很少說話 其他人說一大堆 他只有一句起一兩句子 就是屌靈 人家很文靜 你問他一條問題 他只記得G 那些是文靈 原來是文靈的 原來是文靈的 我真的燃燒到一些想打散他的慾望 當時我聽到G字 原來是這樣 好像是兩者 對 那麼多角色 暫時第二文的應該是吳靖的 第一文是 首大人 首大人是英俊 白狼 白狼是廢文 因為經常太廢 所以有一個文靈 但他就是這樣成功得到第一名嗎 暫時是 雖然我比較期待他可以有CP出現 但 他不是都暗地裡和首大人嗎 他們是現任 但沒有怎樣 例如說 首大人和奧雪他們 曾經有過一段情 這些會比較好看 現任一起 有很平穩的感覺 暫時沒有燃燒到婦女魂的感覺 你遲些就會發現 白狼是一個拿獸或拿工 我不知道他是工還是仇 因為他總會越來越遇到敬人 然後有混蛋 所以一定要叫首大人出來 然後禮手便會劈 現在也是 他還沒有跟另外幾個徒弟 另外三藏的幾隻兵有關係 他現在跟誰都 扮馬的名字 奧雪 即是龍王三太子 原本是龍王三太子 他最近也有些交流 其實他現在收了三隻兵 因為吳空還沒收到 其實他跟白狼最多都是奧雪 對 八戒也是點一下他做事 沒有特別交流 不正地情是近乎沒有的 那也合理 因為奧雪 其實在那四個 五個 我們經常都會數漏掉他 我們永遠都數漏掉他 沒有人會當他是三藏一行人的其中一個人 所以其實他的角色跟白狼很相似被忽略 他四師徒團聚很開心的時候 站在旁邊那些 所以他們兩個可以撻著也是有原因的 即是大家都被人懶惰 對 所以被撻到 同事天啊 對 但兩個人都是 究竟奧雪 他真的被撻到白狼的真身 還是被撻到守大人的內心呢 為他們一個很複雜的三角關係 你明白嗎 如果奧雪很不妥妥白狼 跟守大人的衣衣衣衣衣衣衣 他同時又對 隱藏著守大人的靈魂的驅隔 是有感動和情緒的 那種複雜的關係是 但你會不會是另一個角度 我現在正在用另一個角度 正常的角度跟我討論 用第三個角度 會不會是他能夠享用白狼的軀體 同時又能夠享用守大人的靈魂 那這些就要看和仔 究竟他那對婦女巾開到有多少才知道 所以就這樣吧 還有一個位置我自己看起來 覺得挺有趣的 看到現在三十二期 八個月了 其實很有趣的 因為這次 有很多都是妖怪 或者不是人 例如五亮星 或者是梁振英 或者是徳英 這些不是人的角色 他很刻意會用不同的顏色 去投落在不同的陣形 令你看出來 無論是在設計上 或是在色彩上 都會令你覺得 好像跟以前的其他作品 會有點不一樣 兩種顏色的對比出來 你覺得挺新鮮的 還有如果以體的角度來說 就是一看 開咪之前小貿有說過 一看你就已經分到兩邊的陣型的人 亦都很容易 catch up 到這個角色 到底是一個什麼身份的人 是挺特別的 例如說他不同的龍族 已經是不同顏色 又說是說不定很流行 同事有幾個CV在這裏打 我可以很容易知道 原來已經下落了一個隧 Sterk 之後轉了一個 這裡是過去來的 我不需要用很多膠去想 才能夠收拾它現在是在這場景 誰打誰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舒服 還有今期我想再多講一頁 32期 就是第多少頁 最後一頁 畫面 剛好說三藏打走那些契弟 三眼戰神終於跟他單挑了 他拿著方天鯉在地上拖 鏡頭是在下面低炒 他亦是一個賣步走的動作 我昨天看的時候覺得很有龍少那套火雲射神 他在樓梯走下來第一期 第十六期是拍著火雲射神的後腳 然後在腳的縫間看到龍虎群影 應該是第一期 第一期是正面 第二期是拍著頭腿 他用回同一個角度和構圖 只不過是視覺不同 龍虎門的角度看和火雲射神的角度看 之前讀阿借曾經說過 因為玉記的書經常用賣步走的動作 用到不同的書上 其實因為那個動作實在做得很好 但你在其他書上用 我覺得看得太多有點悶 但和仔這次是他用另一個角度 因為和仔不可能拿到那個來扭 當然可能他也有參考 我不知道 但在這段時間的動作 我看到這一頁的動作 我覺得他的氣勢做得很好 而且很有感覺 我自己覺得其實這個動作 並不是很unique 當然龍虎當時畫的構圖 是因為他用了視覺來做封面 是很漂亮 但他並不是unique 譬如我以前看《灰藍屬》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角度 經常都有的 所以我覺得和仔這次只不過是用另一種模式的低炒 有時氣勢就是這樣 他不一定要關閉著角色的大頭 然後說你媽媽 這樣才有氣勢 反而是他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做這件事 所以西遊到現在為止 我看到坊間開始有些2015年的動漫 即是港漫評論 西遊都是排在很高位的 這個我也同意 它不論在幾個位置上 會令人看得很舒服 或是有聯想很多 聽眾有提及 他擔心這次要走多久 因為之前提及過上一次 已經走十年 這次可以走快點 但未來會越來越多人 如如如如如如如海加入 其中間會有些女人 白狼現在本身的劇情好像會少 小馬剛才也有提及過 其實白狼現在的存在正正是因為加了三四個徒弟 令他沒有氣 所以其實是有點浪費的 其實頭三期看得很舒服 因為他開了明天說不同的怪物、新角色 但當他一說要找三個徒弟的時候 白狼是一個路人甲 加上之前的什麼徒弟 其他妖怪真的算得很有趣 作為一個妖怪和我看得很開心 但現在只說三個徒弟 新的妖怪都沒有出場 打來打去都是天兵神像 即是你變回傳統的西遊記 是普通的西遊記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等和仔圓一鬥戰勝佛 寫如車站的過程中要思考一下 其實怎樣可以令白狼的 你特意設計一個 液的西遊出來 究竟如何利用一些原創的東西 其實今天也有一個關於那本應該是漫畫 但也跟香港的政治或時事 拉得上很有關係 大家都知道有本叫香港獨立戰爭 應該是漫畫 是小說 那本小說我稍微說一下 接下來應該會出了 但原本有不少的書店都想著 不要幫忙 應該是說 都進來賣 但今天在某間書店跟他們吹嘴 發覺原來因為銅鑼灣書店那件事 即是有些人被綁架 然後脫走那件事 令到很多書店都決定打退堂股 不賣那本書 原本已經說了會入貨 也說不入了 我們不賣了 所以現在就被迫在網上訂購 我知道其中一間都會用記賣的形式去記賣 但問題在這裏 其實這些工作已經引發了寒蟬效應 有些人真的不敢再賣某些書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這不是不關你的事 其實你說出版創作 或者我們評論 如果繼續讓他們這樣做下去 你將來只會是甚麼都做不到 甚麼都說不到 可能小貓你甚麼都畫不到 或者只可以畫他們想你畫的 如果你想用妖怪來畫一些諷刺政治的東西 可能他們也不會再給你畫 可能是這樣 所以 不是不給的問題是大家會再見不到 拜拜 簡直是腦袋走了 所以大家都要關心這件事 好 講完這件事 講一下現在的書 噢 你講一下 不好意思 其實這本《香港獨立戰爭》 就是日本一個著名的戰爭小說家 是《大石英詩》的其中一部作品 不好意思 因為我空無典密 其實還沒看過那些書 空無典密 沒有看過那些書 我想你用這個題材 香港很多人都有興趣 剛才曼記提過 就是街上因為種種原因 現在沒得賣 其實是由他推出的 《香港專業研習學會》 有個網站 稍後分享到Facebook 給大家看到 在那裡是網上發賣的 暫時就有 它上下兩冊 暫時只有上冊 那就128元 要加5元郵費 而下冊就說3月出 但是暫時都不能給你預訂 可能到時候出了才可以再訂 其實另一些網上書店 我們都看到有 但可能算上運費應該會比較貴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到這裏去看看 以我所知 我剛才說的那間 聖開的書店 應該明天就會上課 有沒有說到《王國》還是《通路》 我去《王國》還是《通路》 我去《王國》很少過《通路》 我去香港 如果香港 我是九龍半島電台的 一定是 另外 火鳳舞台劇昨天開了 但是我們只有機會去看 今天是否有任何主持都看 所以現在只有三個人 坐在這裏 明天你去和司迪 借個殘廁集團 去到哪裏 我忘了問法中心 星期日我們大火兒 拉隊去柴台 星期日應該是7時半 柴台會去到謝幕 如果你是17日晚的觀眾 不妨再多留一點時間 你也不會打算馬上離開 上星期有本新書出版的 會不會做多一點宣傳 小文老師 大神門的武林 就1月26日出版 上星期說過就未知 現在就知道了 1月26日 至高級說 現在還在搞 會不會有什麼簽名版 甚至有簽名會 都還在談 但請大家留意他們公佈 有什麼消息我會再更新 還有今天 理論上就是 萬道的第三次創行 哦 是的 萬道的第三次創行 但是 因為我本來想著 我跟萬記說 到時買 誰知道我今天發覺 不得買 你發覺你自己是個混蛋 還是發覺街上是個混蛋 還是發覺我是個混蛋 純粹是發覺我沒得買 原來萬道這本 就是要上他們的網站 萬道的網站 去登記做會員 然後你就會有個會員號碼 這個會員號碼 在Facebook裡PM他們 再給他們一個地址 他就免費送兩期給你看 我為什麼不讓人買 但是不讓你買 我在Facebook裡問他 我想買是沒得買 他回答我是的 現在他做出版真的很難 要免費送 我不能做你生意 我只是想送 另外就是他在Facebook裡有個Post 如果你是用那個Post去 即是share了Post 再tag兩位朋友的話 他就會再送多兩期給你 所以他的宣傳口號就是 你做兩個動作 一加一兩個動作 等於四 就會送四期輸給你 這樣 由費都不收你 你就給他一個地址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我今天知道這件事 今天才可以登記 所以要遲點才收到本書 登記是去到1月31日 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的 就可能要上去登記 不好意思 可能下星期才跟大家分享到本書 的內容 所謂有人漏夜趕科場 自然然有人辭官歸故你 在昨天 全香港收到一個很沉重的消息 最後一期的熱血少年月刊 已經出版了 這是一個令人不傷心的消息 很傷心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台是特別支持熱血的 是 最支持的不在 最支持的不在 我是第二支持的 大家沒有看錯 我也沒有打錯 我正在說他們的帖 今期最新一期 也是最後一期的 熱血少年月刊印刷版 雖然在我們印刷版的最後一期 但是我們各位作者對漫畫那陣火 是未認識的 我們的連載 會在重整旗鼓之後 以另一種形式 笑給你們 在網上再和大家見面 至於訂閱的朋友 我們會安排退款 我想最沉重是寫這句 請等候通知 聽的人就會更沉重 因為要等候通知 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網絡上再見 為了這件事 我自己也很不開心 那我就改了一首歌 幸好在群組裡 現在剩下幾分鐘 唱幾句給大家聽 本州的冠軍金曲 蓋達永恆 蓋是黑蓋那個蓋 但是王元達哥 蓋達會 永遠都存在 會拗課金 還有訓練班 蓋達他是最實際 日有蝕會接書 極力埋尾 蓋達永恆 握救的是你 因為太沉重了 所以我只能憑過記意 我最近的感覺很悲哀 剛剛看完一本關於刺爾諾貝爾的書 今天又收到這樣的訊息 整個人很悲哀 心情和年初差不多 希望我們可以在網絡上再見到他 到時怎樣收錢 你的經驗是最大的問題 網站收費 即是16000元一期 16000元10期 但是我看著你剛剛開班 教人做編劇 然後就收拾了雜誌 你講的 我沒有這麼說 我只是說事實 那你代表了什麼 你知不知道 那你教書 Exactly 我不花任何精力去搞那壇 你怎麼會虧錢 我搞壇是賺硬的 10個人 16000元一堂 16萬 你拗著袋 16萬 他還說破紀錄這樣收人 是 破紀錄是破誰 即是他原本想收10個人 maximum是10個 那你知麥當勞的地方有限 是 他現在找到更大的麥當勞 尖沙咀的麥當勞 是有很多在那裏 晚上露宿 或者住的朋友 如果你們想在那裏 如果你們想在那裏搞的話 就不要吵人家 最重要是這樣的 這些地方不用錢 你明白嗎 當然明白 希望訓練班 最後又訓練到那班人出來 就是網絡版那班人 希望有聽眾可以跟我們分享那班的內容 我想這應該是星期三檔案的一個紀錄片 即是要聲音經過處理 對 或者會去到警訊 或者在黑警訊中有機會播出這件事 總之我現在的心情很沉重 還有小貝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推論 慢到出就熱狗接 熱狗出就慢到接 然後慢到接就熱狗出 然後現在到熱狗接 慢到又出 什麼原因呢 因為兩本集跟班人組 應該是這個原因 很難同時間應付兩本雜誌 所以李哲華我頂我頂我頂 純粹改了我的名字 出的都差不多 剛才說到晚到 好像不時人間會繼續連載 是 葉偉青的機閒專欄會繼續 然後東東的連載會繼續 不過東東的連載就不是 魔王聯盟 是王子不行鳥 為什麼會覺得這麼有趣呢 就是因為他明明是 咳嗽了王子不行鳥 就是把魔王聯盟這本打王本 是 他第一次的慢到 是出王子不行鳥 因為他的挑戰是用這個 然後到 BATTLE的時候 他是出魔王聯盟 好了 不屌你 到現在第三次 翻兜再出的時候 他出王子不行鳥 即是說 如果大家想看 這個魔王聯盟後續的故事 那你要等 四次作案 才有機會看到 還有 其實王子不行鳥 都很好看的 但問題是 他第一次的連載 即是第一期作案 連載王子不行鳥 是第24話 而問題是王子不行鳥 你的單本只出了一本 出了十話都不夠 即是你不能進去看 你哪要買回萬道周行 你去看王子不行鳥 那就是商機 網上頂購 但剛才你提到 關於第三次出王子不行鳥 的在族 如果要看到 魔王聯盟的在族 要第四次創刊 問題就來了 第一次創刊 總編輯是小背 第二次創刊 總編輯是曹志豪 第三次創刊 前兩位都被盡管 第三次創刊 總編輯是老闆 解決了老闆才出 解決了老闆才出 解決了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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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何來有第四次創刊 特別是公司 查理 好 旁邊的那些 我又撿傾 所以 究竟我們有沒有機會 可以看到 魔王聯盟的 後續故事 看看會不會有海鮮酒加汁粒 今節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回到這裏繼續說話